另外我们要带来关心的是 食品大厂泰山企业的经营权之争 还没有落幕 20号公司的审计委员会召开当天 竟然爆出了市长派龙帮的董事长刘伟龙 带着警方闯进了会议室 带走独董杜英达 导致整场会议中断 我们就把事情回到4月20号当天来看 你可以看到当时4月20号要来举办 所谓的董事会 而圈着红圈的刘伟龙就带着十几名警察 闯到这个会议室里面 说杜英达遭到恐吓了 不过当时杜英达是否认的警方就走了 但没有想到过了几分钟 刘伟龙又再次回到这个会议室来 告诉这个杜英达说 你休息30分钟 下去喝一杯咖啡就好 强行的把杜英达给带走 而这场董事会里面 其实还有三位董事也都在场 而且奇怪的是 很巧这个国宝集团的总裁 朱国荣也是现身在一楼的便利商店 不过我们现在把事情回到 这个刘伟龙身上 他到底为什么要报警 这事情到底发生了什么 在今天他也亲上火线 他说是有一名吹哨者告诉他 这个会议当中是有黑道介入 他担心董事的人身安全 所以才会报案之后会同远警现身 当时杜英达是有回答他没有遭到威胁 但是他认为这个投资案姿势体大 所以才会要求休息30分钟 外议开到一半有人突然率紧闯入 警方全关心坐在主席位置的泰山独立董事 杜英达 因为警方获报 他疑似遭黑帮恐吓 甚至限制自由 报案的是龙帮董事长刘伟龙 帮羌的是独董陈敏勋 警方呆了一分半就被下逐克力 这是二十号泰山召开审计委员会 大批警力闯入会议中断 事后刘伟龙被控诉 又强行将杜英达请出门 影响后续董事会进行 而刘伟龙亲上火线 做出反击 那这个投资案当中 可能会有黑道介入的一个风险 要我们自己小心安全 因为电话一直不通 那我只好有没有 不晓得情况到底是怎么样 为了担心所有董事的安全 人身的安全 所以我立刻报案 加码爆料 当天泰山正准备豪杂三十六亿 取得接口支付百分之四十点四的股权 持给资料突袭董事 根本是卖全家的翻版 就是把八十亿卖全家所有的钱 通通花完 目的是什么 因为五月三十一号 我们要召开临时股东会 要全面改选董事 他赶在这个之前 要把所有手上的现金 通通从公司掏空出去 简直就是无鬼搬运 简直就是没有 掏空背信 临时股东会召开在即 公司派市场派各有方法 甚至卷入警方斗场 泰山经营权之争 持续延熟 华日新闻王主 蓝红志台北报道 嗨 我是盈彤 记得订阅华氏的YouTube频道 并且要开启小铃铛哦 站起来